欢迎收看有熊老师陪你教数学 那么在这一集的一开始呢 我们要先来介绍上一集留下来的这个作业里面 这个矛盾的问题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把它想一想呢 如果你没有把这个问题下载下来 或者抄在你的笔记本上 那么现在把它抄在你的笔记本上面 按个暂停 把它抄在你的笔记本上 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推论上的问题 其实很多学生在正比反比的问题 包括后面的理化 国二的理化的学习里面都会有这样的困扰 就是他算着算着会开始觉得说 不是吧 不是应该是怎么样吗 其实很多时候是没有想清楚 当初学的时候没有学清楚 尤其是这个当问题本身 距离他的现实生活比较远一点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个现实生活近一点的 有熊老师拿出600元请客 红茶一杯20可以买这个30杯 如果改成一杯30的珍奶可以买几杯 或者说我会直接问你 那这样子这个 如果红茶的价钱变两倍的话 红茶价钱变两倍的话 那这样子他能够买的杯数会怎么样 你会发现他能够买的杯数是减半的 因为红茶价钱变两倍了 可是红茶的价钱变两倍 那是不是代表要花的钱变两倍啊 要花的钱变两倍 所以如果今天红茶的价钱变两倍 这个单价 如果红茶价钱变两倍 代表花的钱变两倍 也就是说他会花1200 他原本是20块嘛 如果我变成40块 那也就是说他要花1200 那他要花1200 那120040块 所以他还是可以买30杯 那你就会发现 这样子数目没有变了 或者说1200 20块吗 1200可以买60杯 所以他可以买的杯数也变两倍 所以红茶的这个价钱变两倍的话 他可以买的杯数也变两倍吗 是这样吗 这就是我刚讲 学生他基础上有一件事情没有学好 以至于他在写一个现实问题的时候 他会陷入一个没有必要 其实是不正确的困惑里面 那什么问题到底是什么东西漏掉了 我们上一集在介绍这个 成正比成反比的时候 我们说这个在等号的同一册成正比 但是其实我在那个时候 有说到一件事情 学生很容易会忽略掉 老师们心里很清楚 可是学生他不见得知道 这件事情很重要 什么事呢 我都会说当时间固定的时候 速度跟距离成正比 当速度固定的时候 时间跟距离才有成正比 可以吗 也就是说成正比成反比 你写成这个A乘B等于C的时候 你写成A乘B等于C的时候 我们成正比是Y等于AX嘛 乘反比是XY等于K XY等于A也可以 当你写成这样什么乘什么等于什么的时候呢 你其实必须要把一个固定住 在我们这个写法里面 我们都是把常数固定住 我那个时候有介绍这个事实的时候 我有说其实A跟K都是一个固定的数字 只是我不知道是什么 所以我暂时用代号来代替 所以其实A跟K是固定的 它不会变了 当A跟K不会变的时候 X越多乘上A倍Y就要越多 如果A会变 那其实你就没有办法推论X跟Y成正比 所以刚才的这个推论里面 速度跟时间乘反比 它有一个前提是距离不能变 距离不能变速度跟时间才会乘反比 那这样跑的越快 花的时间越短是对的 那你现在跟我说距离时间跟距离成正比 那这个跑的距离越短 可是我就不能变啊 我的距离就不能变啊 所以这里其实是不能够接在这句后面的 因为我距离不能变啊 懂吗 所以它这两句是不可以串起来的 不像我们之前 我们之前是完全没有前提嘛 我们在那个题目里面说什么 A跟B乘正比 B跟C乘反比 那A跟C乘反比 这个是没有前提的嘛 可是我现在呢 他们三个在同一个式子里的时候 只有当这个是固定不变 这两个才会乘反比 那既然这个固定不变了 就算你今天又把这个速度固定不变 那时间变快了 它也还是不能变的 所以其实这两个都固定的这个当然就固定住了 那也就是说 这一句话不能够跟这句话两句并在一起 因为他们两个的前提不一样 前面这句的前提是距离不能变 后面这句的前提是时间不能变 那既然你时间不能变 也就没有所谓花的时间越短的问题 所以这个是这个矛盾 其实是前面这句是不对的 为什么 因为你要去推论乘正比乘反比的时候 其中一个要不能变 另外两个才有乘正比 这个不变这两个才有乘反比 所以刚才来看这个饮料的问题 我刚才说 学生会有一种错误的想法 这个如果红茶一杯变两倍的价钱 那花的钱就要变一千二 花的钱要变一千二的话 红茶变两倍 所以个数就会是30 所以没有变吗 或者说红茶一杯二十花一千二 所以变多少 他就是忽略了一件事情 你如果要说红茶一杯二十 红茶价钱变两倍 花的钱变两倍 这样子你要说这句话 你的前提是你的个数根本不会动 那这样子有符合这个现实的提议吗 所以其实我们要看清楚提议 有熊老师拿出600元请客 如果他今天说改买30元真奶 或者说红茶价钱变两倍的话 他其实已经锁定这个总价是600 也就是有熊老师穷 就是只拿出600怎么样 所以这边已经固定不动了 是这两个乘反比 所以有熊老师拿600出来 请客红茶一杯二十可以买30杯 如果改成一杯三十只能买20杯 红茶的价钱变成三分之三 杯数变成三分之二 两个乘一个导数的比例 我们前面有讲乘反比就是乘一个导数比例 这样子的话就是一个乘反比的例子 可以吗 这个就是在有熊老师所花的钱已经固定住了 所以你就不用再去思考说 这个红茶一杯二十元 所以其实应该是要花1200块 那不对 有熊老师就是只有600块 懂吗 红茶一杯二十元该花1200块 前提是个数固定 可是这一题没有要个数不定 下一题这一个来看 有熊老师请班上30名同学 红茶一杯二十 那每个人总共要花600块 他说如果改买刚才这个30元的珍奶的话 那需要花多少 600块改买30元的珍奶 所以只可以请 这个一杯30元的珍奶 所以只可以请20个人 可以请20个人 那30元的珍奶20个人还是花600 对不对 对吗 不对 因为600块改买30元珍奶一个人 变成只能请20个人 这个是在600块固定的前提下 所以你算出来当然会是600 可是这个提议就不是这样 他固定的不是 这一次我们的提议不是固定600 我们这次是固定要请班上30名学生 所以他说我花600块 如果改买珍奶可以要花多少 所以我这个是会变的我才要问啊 所以会变的是总价 这个现在会变 价钱也从20变30 所以我是固定学生 价钱在这里 从20变30 所以我是固定学生人数不变 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两个成正比 所以你的这个红茶从20变30 他也要从2变3 从600变900 这是这样的问题 看起来是很简单 学生不见得一定会错 但是偶尔他就会错了 因为他偶尔就会这个脑袋就想歪了 就跑去想别的事情 他就会开始想说这个 柳雄老师600块 这个请30名学生 红茶一杯20 每人600 如果改买一杯30的珍奶 那就只能请20个人吧 他就会突然想到这件事情 那其实这个是因为 学生没有吸收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你要推论正比反比的时候 其实是有一个固定项的 那你的固定项在这一题到底是什么 你要抓出来 抓出来他就得固定了 你就不能够再想说 所以他其实只能请20个 不对 我这一题就是要请30个 所以要变的是钱 我刚才这一题 我就是只有带600块 所以你就不可以去想说这个 所以一杯20变成30 那他其实要从600改变成他要有花900块 花900块 不是我就是只有600块 这个要确认每一个问题 他的固定项到底是什么 再来去推论 那我们在今天这一集呢 除了说明刚才这个道理 非常的重要之外 我们要介绍这个成反比的一些应用 那其实成反比跟成正比 在这个现实生活中是 也不能说成对出现 但是就是一样的重要 那不过呢 因为成正比 我们上一集讲 成正比就是成比例嘛 所以其实成正比的问题 我们已经看过不少了 在这里介绍成反比 如果你们还有印象 我们说成反比就是 成导数比 你变两倍我变1 2 也就是导数会成正比哦 我A跟B成反比 代表A和B分之1会成正比 这样子 那不过A分之1和B分之1还是成反比 你不要两个都导数 好 好 来看这边 这个 这个 这个成反比的一个例子刚才看到这里 单价跟个数会成 单价成个数是总价 所以总价固定的话这两个成反比 那还有另外一个例子也是很常在数学的问题里面看到 就是齿轮 单圈齿数乘上他总共转了几圈 就是他最后转的那个齿的总数 他所转过的齿的总数 或者说他所走过的距离 假如说我这个这一点 我把它想像成是一个在滚动的轮子的话 那他单圈齿数也就他的直径再乘上他的圈数 就会跟他这个走过的距离有关 就他到底走了几尺 就是他的总数 那我们来看这个齿轮 这里有三组齿轮连在一起 24、82 如果你们国小有玩齿轮玩的比较丰富的话 其实在这一个图形里面 在这个连着的齿轮的关系里面 有一个是固定的 就是对这三个齿轮来说 你会发现齿轮这种东西就是 我波动一齿 我波动一齿你就会跟着被我波动一齿 我再波一齿你就会再波一齿 所以不管是大还是小 只要这个24的转动一齿 8就会转一齿 那8转了一齿 这个12就会跟着转一齿 所以说其实他们这三个齿轮的转动 总数是不变的 所以说在这个问题底下 其实他们齿轮一圈有几齿 跟他的圈数是成反比 这样子 这个是齿轮 那当然如果今天我把它分拆开来 我把它分开来放 他就不会有这个总数固定 就是你转你的我转我的 那这样子的话我如果去设定他每一个固定时间转的圈数一样 圈数一样的话 那这个他一圈几齿就会跟这个总数成正比 就是我说你一定要固定一个东西 但是在他连起来的时候 这三个齿轮连起来的时候 他其实是这个 总数是固定的 所以他这三个的这个单圈齿数和圈数 其实是成反比 我们现在来想一个问题 我们已经知道如果走的距离固定的话 速度会跟时间成反比 那如果有两个人他们的速度比是一比二 他们会花的时间比应该是多少 那这个有关这样子的运算 因为算过很多 所以学生很容易会捕捉到 其实这个速度比是一比二时间比就是二比一 因为这样乘起来有没有会一样 这也是我们前面说这个2x等于三y的时候 有没有 那这样子x比y其实是三比二 其实这个时候他们两个是成反比 只是说他不是位置数 对不对 所以他跟他比是二比三 他跟他比是三比二 所以说这个速度跟时间乘起来是距离 距离固定的话他们两个成反比 速度比如果是我们刚刚说 如果今天我把题目改成速度比是三比二 三比二 那这样子的话时间比其实就是二比三 因为你速度是三比二 时间二比三乘起来刚好是六 刚好距离是一样的 可是另外一个问题 如果今天甲乙比三个速度是 如果甲乙比三个人的速度是一比二比三 那请问时间上面呢 他们要走到同一个地点 那请问在时间上面甲乙比会花的时间是多少 学生呢 有的时候就会很习惯 老师一定要特别讲 否则学生都会很习惯答三比二比一 那这个题目一定会这样出来让学生错 我都说这个数学讲义 数学题库他们有一套这个养套杀的法则 如果老师或家长有在这个关心股市 股市有所谓养套杀 我们好久没有闲聊了 简单讲一下 就是说我把股价冲高上去 冲高上去之后呢 冲高上去把他养高 把一只股票养胖 之后就会吸引人家觉得说 这只股价还会再涨 就会有散户进来买 散户进来买之后呢 就疯狂的把他杀下来 就把散户套在那里 然后自己做空 于是自己赚钱散户赔钱 YES 不是YES 我不玩股票的 我虽然很喜欢看财经台 可是我不投资的 因为研究不多就不投资 大家以后有机会 要记住这件事情 你自己没有研究就不要 因为觉得好像会赚 听人家说什么的都不要 研究不多就不要 因为赔了就是赔了 当然个人的投资习惯 自己有自己的习惯 来 那我刚刚讲说这个数学 包括理化也是 他题库在出题有一个养套杀的法则 就是他知道老师喜欢讲哪些题型 他知道学生喜欢特别记什么题型 像我刚才说这个正比是3比2 那反比是2比3 学生这个题目做多了 自然而然就会出现的谬误 其实这个出题目的人也都很清楚 他就故意出这个谬误给你错 这个就是 这个考题里面很容易出现的问题 加1丙是1比2比3 所以这个时间跟速度乘反比 那么这样子一来 加1丙的时间并不是3比2比1 因为如果是的话你去看 他们两个的这个时间乘速度要会是距离 这两个乘起来是3 这个乘起来是4 这个乘起来是3 没有刚好 没有固定 所以会是多少 我们前面有说 这个乘反比其实是乘倒数比 是倒数乘正比 所以其实呢 加1丙1比2比3 那这是速度 那他们的时间跟速度乘反比 是乘倒数比 所以他们是1分之1 1分之1 1分之1和1分之1 这样乘起来都是1 对不对 那这样子 然后再去画成最简单整数比是6比3比2 这样可以吗 所以刚才这个齿轮的问题也是一样 其实我这个齿轮这样子连起来总数是固定的 总数是固定的话 然后我是24尺 8尺跟12尺 也就是6比2比3的这个单圈尺数 那请问我的圈数比 那我这个圈数比就不是6比2比3了 他其实这个圈数比是6分之1比2分之1比3分之1 所以我的这个齿轮我让他们一起转 他们所转动的圈数的比例会是1比3比2 对吗 再来看 挑这个例题来看 甲1比3台车先后由甲D 从AD往BD 如果三台车速度依序为11比12比13 那所花的时间为何 其实就是刚刚的练习 那不过在这一题呢 再跟这个老师和家长们提醒一下 学生有的时候会有我们意想不到的困惑 比如说 我又不知道AD到BD多远 但是在这一题我不用知道 我只要知道的是他们走的距离一样就好了 所以 我只要知道距离一样 我不用知道到底如何有 再来 先后出发 那也就是不是同时出发啊 不是同时出发的话 这样子我怎么知道谁先到 可是呢 其实他也不是问谁先到 他是问什么 所花的时间 所以你不管什么时候出发 不管是谁先到 你所花的时间 就会是当你距离固定 所花的时间就是速度的 跟速度乘反比 所以三台速度比是 十一比十二比十三的话 那么他们的时间比是十一分之一 比十二分之一 比十三分之一 然后去这个化为最简整数比 化为最简整数比 比同乘十一 十二十三 同乘十一 乘十二 乘十三 于是他就会变成 这个十一约掉是十二乘十三 是一五六 这个十二约掉十一乘十三 是一四三 这个十三约掉十一乘十二 是一三二 那没有得约的 所以答案就是这样子 三个人赛跑 所花的速度比 所花的时间比 依序为八 比九 比十 所以速度比为何 那这一题也是一样 赛跑 赛跑呢 这个如无意外 距离也是相等的 距离是相等的 距离是相等的话呢 那她的最后问速度比 会是时间比的导数比 所以是八分之一 比九分之一 比十分之一 化为最简整数比的时候 同乘八 乘九乘十 所以她会变成是九十 十比上八十 比上八九七十二 然后我们其实可以除以二 所以这是十五比四十 比三十六 带大家做一下练习 来看一下之前的作业呢 我们讲解其中的几个部分 这个是二十六级留下来的作业 如果六 还有X加Y是十 Y加Z是十五 Z加X 求X比Y比Z 其实这种题目 我们可以干脆把它当方程式解掉 你就把它乘开来 然后这里一条方程式 这里一条方程式 那我之前有讲过三个连等式 只会有两条 那你有三个位置数 所以你XYZ是解不开 解不开可是你可以把它化成一个关系 就可以比出来 那或者是呢 我们可以把这样子的式子 我们前面有讲 这两个乘起来 跟这两个乘起来一样 跟这两个乘起来一样的话 那这个X加Y 比上Y加Z 比上Z加X 其实就会是六分之一乘十分之一乘十五分之一 你看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说六乘它乘起来的总数 跟它乘起来的总数 跟它乘起来的总数 会一样 那这样子的话呢 其实这三个是 这三个的比 会是六比十比五的导数比 就是说他们两个乘在一起 会是固定的值 所以他们两个是乘反比 那所以X加Y 比Y加Z 比Z加X 是六分之一乘比十分之一 比十五分之一 这样乘起来刚好就变都是一了 这样子的话呢 然后来去解 这个六分之一 十分之一 十五分之一 同乘六十 所以得到的是 同乘三十就好 所以得到的是 五比三比二 所以X加Y 如果是五Y加Z是三 那这两个对减 X减Z是二 然后其实有二R 那我R就先不写 Z加X也是二 所以这两个合起来 X是四R 把它写一下R 所以X是四R Y是一R Z是-二R 是吗 不是 2X才是四 X是二 sorry X是二Y是三 Z是零 想不到吧 所以X比Y比Z是二比三比零 好 这样子 这个R补给他 所以乘上求X-Y Y-Z Z-X 所以X-Y2R-3R是-R Y-Z3R-0R是3R Z-X0R-2R是-2R 所以R约掉是-1比3比-2 那当然你也可以写成 1比-3比2 好 当X-2与Y-3乘反比 X是5的时候Y是-1 那这种题目 其实最基本的做法就是去设 这个跟这个乘反比 所以X-2乘上Y加3 用这个反比的式子 乘起来会是K这样子 然后把K找出来 所以X是5的时候X-2是3 那Y是-1 3乘上-1加3是正2 所以K是6 所以其实这个式子是X-2比乘上Y加3 会等于6 那他说Y是5的时候 Y是5的时候Y加3其实是8 所以X-2其实是8分之6也就是4分之3 所以X其实是4分之3加2是4分之11 这是这一集 可以吗 那么这是作业 我们差不多都把这个比例的知识交完了 下一集我们会把有关比例的一些应用问题还没有讲解的 讲解一下 包括几何的使用 包括这个刚才你有看到上山下山这个速度的问题 我们看速度的应用问题已经看过好多次了 用不同的方式来去思考它 用不同的方式来去解答 让自己对这一整件事情有更多的认识 这个老师应该要引导学生们对我们所学的知识有全面的认识 那我们的课今天就上到这里